賈武他們帶著劉佬佬進大觀園見識見識,先去蕭商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甲道,中間是石仔砌的羊牆小路,周圍泥地布滿青苔,劉佬佬讓出一條路讓賈武他們走,自己走泥地。 那個虎伯就牽著她說,劉佬呀,你上來走吧,陰著青苔滑呀。 哈哈哈哈,沒有相關的,我們走慣走熟的啦,姑娘,你們儘管走吧,不要踩骯髒你們的瘦花鞋呀,浪費了呀。 劉佬佬就顧著說話,腳底下一線,咕嚕一聲,跌了一膠,那些人就拍起手掌,哈哈笑,賈武又好笑,八嘴又顧著罵,哈哈,你們扮妹頂,還不扶她起身,顧著笑。 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她這頭講嘴,那頭是長了一巴嘴,哈哈哈哈。 賈武就問他,有沒有扭到腰骨?叫丫頭扔下吧。 嘿嘿嘿,你說得我這麼嬌烈嗎?哪一天不要慣兩瓦的? 都要扔骨,這麼做得了的嗎? 這時候,子娟就拿起箱簾,賈武等人進去燒箱館,就坐下了。 代玉就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瓶茶,勁給賈武。 王夫人就說,我們不喝了,姑娘不用針了。 代玉就叫丫頭把自己放在窗口下坐的椅子,拿過來請王夫人坐下。 那個劉佬佬,她見到按機上有筆錦,書架上有疊滿書的。 她就說,啊,這裏當然是哪位哥仔的書房了。 賈武就指著代玉說,呢,是我外孫女的房。 劉佬佬再留心打量一下代玉,然後就說, 噢,哪裏像小姐的秀房啊? 比上等書房還好啊。 賈武忽然間就問, 咦,為什麼不見寶玉啊? 那些丫頭就回答,在船上啊。 噢,誰又預備了船嗎? 李源就回答她說,是,剛才開樓拿機,我怕老太太高興起來要,就預備了。 賈武還沒開聲,有人來說,兒太來了。 賈武就起床,這時候舌兒媽就進來了。 她一邊埋位坐,一邊就說, 哈哈,今天老太太這麼高興,這麼早就來了。 賈武就說, 咦,我剛剛才說,誰來遲了又要佛, 誰知道兒太你也來遲了啊。 哈哈哈哈。 大家說了一陣子,賈武就看到槍沙的顏色舊了。 她就對王夫人說, 那種沙啊,剛剛胡上去就好看, 過後就不翠綠的了。 這道院裡頭又沒有棵圖行, 那些竹已經是綠色的了, 在乎那些綠衫反而不配。 我記得,先前我們是有四五樣顏色的槍沙的, 將來找些配的給她換了它。 鳳姐就快點說, 昨天我開庫房, 看到裡頭還有很多銀紅蟬蠶沙, 又有各種各樣花樣的。 有流云萬福花, 又有百叠磚花, 那些顏色又鮮艷, 那些沙又輕軟的, 我都未見過這麼好的。 我拿了兩三匹出來, 做了兩床錦沙被, 我想起來一定會好好的。 賈母聽了就笑了, :「人人人都說你沒有說不經歷過的, 沒有說不見過的, 連這些沙你都不認識? 你還好說呢?」 賈兒媽她們都笑了, :「任她怎麼經歷過見過都好, 怎麼都比不上老太太的。 老太太何不不教她呢? 讓我們也聽聽。 鳳姐也說, :「老祖宗, 那你就教一下我吧。」 賈母就跟姨媽她們說, :「那種沙, 比你們更大, 你們哪會見過啊? 難怪還當是蝕翼沙。 她正式的名字, 叫做阮燕朗。 鳳姐就說, :「哎呀, 這個名字多好聽啊, 不過我這麼大的女兒, 沙羅就見過幾百樣了, 都未聽見有這樣的品種。 賈母又說, :「你又多大個人啊, 你見過幾樣, 沒有訂擺的東西就最多多了。 那種圓燕朗啊, 有四種顏色的, 一是雨過天晴, 一是秋香色, 一是松綠色, 一樣是銀紅色。 如果我來做帳, 或是狐窗啊, 遠遠望過去, 就好像煙霧一樣。 所以就叫做軟煙羅而已。 那種銀紅色, 又叫做霞影沙。 哼, 現在用那些苦沙啊, 都沒有那麼軟口輕密啊。 舌姨媽就說, :「哎呀, 今晚說鳳丫頭沒見過啦, 連我都沒見過啊。」 鳳姐這頭, 早就叫人拿了一匹來, 賈母就說, :「不是這一種, 原先是狐窗的, 後來我們拿來做被, 做帳, 用過都好好的, 將來找幾匹出來, 拿些銀紅色的, 和代玉湖的那些窗。 鳳姐就認了, 眾人就看看拿來這一匹, 都讚不絕口啊。 那個劉魯魯就蒙起雙眼, 看完又看, 念佛的聲音就說, :「哎呀, 阿彌陀佛啊, 我們想來做衣服都沒有啊, 拿來護槍啊, 那就很可惜了。」 賈母就說, :「哎呀, 做衣服啊, 好好看的。」 鳳姐是連忙將自己身上穿的 那件大紅棉沙奧的襟腳, 拔出來, 就向賈母和舌姨媽說, :「你看看我這件奧。」 賈母舌姨媽也說, :「啊, 這種材料是最好的啦, 而這麼工裡頭用的, 做的, 都給不上它。」 鳳姐就說, :「這塊這樣的東西, 還說是上用內做的, 連工用的都給不上。」 賈母就說, :「那再找一找, 怕還有點青色的, 有呢, 就拿出來, 送給這個留親家兩匹, 做一堂賬給我吧, 剩下的那些, 就添點理, 做點夾背心給丫頭獎, 收起來都沒了。」 鳳姐就應了, 叫人送去, 賈母站起來就說, :「哎呀, 這裡那麼窄, 把你走到的, 去那裡走一下吧。」 啊, 劉佬佬helm就就像練伐地說。 呢, fringe人都咱唆地做話, 最新人都說大家就住大房, 沦, 新緒, 今晚我看到老太太的正房間, 配上了大箱, 大壟子, 大床, 大桌子, 果然是够了威风 那个櫃还高大过我们的房间 怪不得后院里有把梯了 我就想了 又不用上房顶了东西 那就找把梯在做什么 后来我想起来了 当然是为了开顶櫃放东西的 那离开把梯又怎么上得去 现在见这间小屋 我比起那间大的 还越发齐整 整屋那些东西一味又好看 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我越看越不舍得走 凤姐就说 还有的好看 我带你去看看 说着就一起离开了萧商馆 他们离开了萧商馆之后 走出去远远就望见池中间有帮人在搓船 贾母就说了 他们预备了船了 我们就坐下了 说完就走过去了 来到池边就见了几个婆子 人人就捧着一个双金五彩大盒行礼 凤姐就问黄夫人早饭放在哪里 黄夫人就说了 问一下老太太 她说在哪里就在哪里 贾母就来回头说了 你三妹那里就行了 你带人去摆 我们在这里坐船去 凤姐听说就转身和探春 李源 鸳鸯苦泊 他们带着捧饭菜的人 就抄近路 去了抽爽宅 就在小翠堂那里 摆开的桌案 鸳鸯就说了 我们整天说 外头的老爷他们饮酒吃饭 都有个清客上班陪着 让老爷他们聊一下笑一下 开心的 我们今天都有一个女清客 李源他为人厚道的 就听不明白鸳鸯这番话 凤姐就知道鸳鸯是说流露露的 那么凤姐就说了 我们今天就拿来开心一下 李源就劝他说了 哎呀 你们一点好事都不做一下 又不是弟弟哥了 还这么白掩 忍着老太太说 鸳鸯就说了 不关你事 有我 那这里说 假母他们就来了 随便坐下之后 就叫丫鬟递茶 那大家喝完茶了 凤姐就拿着西洋布手巾 就包着一把乌木双银筷子 计算着人数 就一位位置摆好 假母就说了 拿着一把乌木桌过来 等一楼趁家近我这边坐 众人快点摆了桌过来 逢姐就会带着一个眼色给鸳鸯 鸳鸯就拉出了楼老老了 小小声就吩咐一轮楼老老老 然后又说了 这些是我家规矩,错了就笑死人了,刘姥姥就猛咬头。 好了,这头安排好了,然后大家归座。 舌姨妈吃了饭才来,她就不吃了,就坐在旁边喝茶。 贾母、补玉、伤魂、代玉、补差坐在一桌,王夫人和盈春姐妹三个一桌,刘姥姥就靠近贾母一桌。 平时贾母吃饭,也有一些丫鬟在身边,拿着掃口钟、陈佛、手根之类来服侍。 那位鸳鸭,现在本来就不做这份猜事了。 今天她偏偏拿来做,她就接过陈佛来,就在那里拼来拼去。 那些丫鬟知道她要弄鬼刘姥姥,就走开等她来。 鸳鸭正在旁边服侍着,一边静静跟刘姥姥说, 你不要记得,刘姥姥就说,姑娘,你放心。 那刘姥姥就拿起筷子,怎知重力力都不好洗。 原来是凤姐和鸳鸭睾她,拿了一对古老的象牙双金筷子给刘姥姥用。 那刘姥姥见了一对筷子,就说, 哦,这两只东西比我们的铁钞更重,怎么能够拿呢? 说到那些人笑起来,当时又见到一个洗马,捧着一个盒站在树上。 有个丫鬟过去,揭开盒盖,里面装着两碗菜,李源捧着一碗放在假帽桌上。 凤姐就偏偏拿了一碗白鸡蛋,放在刘老老的桌上。 假帽说了一声,请。 刘老老就站起来,大声地说, 老老老老,吃粮大锅牛,吃完一只猪娜都不抬头。 说完,鼓起拋塞不出声,众人起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后来一听完,上上下下个个都吭吭笑。 伤魂忍忍不住,整袋饭都噴出来了。 带玉就笑得肚尺,趴在桌上。 保玉就薄在假帽的身上。 假帽就笑得抱着保玉起死的矮心肝。 那个王夫人,一尾指着凤姐,笑得说不出声。 带玉,舌姨妈都忍不住,就噴到探春一群都是茶。 那个探春,拿着那碗饭,整碗就吸到盈春的身上。 那个悉春就走开去了,拉着奶娘,帮忙初吐。 好啊,站在下面服侍那些,一个个都笑得乱攻虾米。 有些就躲了出去,蹲在这里笑。 有些就忍着笑,帮迎春探春他们换那些衣服。 唯独是凤姐和鸳鸯两个,就死硬撑着。 他就乱复思想要的。 所以说,周老老老呢拿着一张筷子,夹来夹去夹不了那些白鸡蛋。 他就说,哈,这里的鸡呀都漂亮一点的哦,生地蛋那么滴色得。 那么好样的。嗯,让我来先弄一张。 众人刚好笑完,听她这么说就会笑起来啦。 家母就笑得眼淚都飙了,虎柏就在後面慢慢跟她扔背,家母就說,哈哈哈哈,當然是馮丫頭弄鬼了,快點,別相信她說 那個劉佬佬,她正誇著說雞蛋的色,要弄她一隻,鳳姐就說,是啊,一兩銀一隻,快點試一下,凍了就不好吃了 劉佬佬就新筷子去夾,誰知對筷子又重又長,怎麼夾得起,那些白鴿蛋就在碗裡滾來滾去,多久才夾起一隻 剛剛伸長條頸去吃,誰知筷子頭一線,又是跌下來滾到地上,快點放下筷子去撿吧 這頭有人幫她撿回來,劉佬佬就說,哈哈哈哈,一兩銀,聲音都不聲音就沒了 眾人哪有心機吃飯,都在看著她笑,家母就說 哈哈哈哈,你們現在拿個箱筷子出來做什麼呀?又不是請客擺大煙? 倒是鳳丫頭你指死的,還不換個箱給她? 那麼下面那些人,本來就不知道這件事的,確是鳳姐和鴛鴦拿來的 那麼聽見賈武這樣吩咐,立刻就收了一雙橡牙雙金筷子 就換個和大家一樣的烏木雙銀筷子來給劉佬佬了 劉佬佬就說 哎呀,什麼不是金的?就是銀的 哎呀,不要啦,不要啦,怎麼都不像我們用慣那種袖手的 鳳姐就說,送裡頭如果有毒呀,這種銀的一夾下去就試出來的 劉佬佬就說,哎呀,如果這些送裡頭都說有毒呀 那麼我們的菜就變成披霜咯,毒死我都要吃光它 賈武見到劉佬佬這麼有趣,又吃得這麼滋味 就把自己的都捧過來給劉佬佬吃,又叫個老媽媽來,猛地夾菜給板兒 好了,那吃完飯了,賈武他們都去探春房聊天 這邊收拾完桌,又放過另外一張桌 劉佬佬見到是李源和鳳姐打對面坐著吃飯 她又嘆了口氣說 啊,別的就罷了 啊,我就是喜歡你們這裡的規矩 真是難怪說,禮出大家 啊,鳳姐就馬上說了 劉佬,你別多心啊,剛才我和你說笑而已 那鴛鴦就走進來說 劉佬,你別生氣啊,我和你認錯了 哦,姑娘什麼說話 我們哄老太太開心而已,有什麼好生氣啊 啊,你剛才吩咐過我的嘛,那我就有分數啦 嘿嘿嘿,不過是拿來開心而已 如果我是生氣的,剛才我就不會這樣說啦 那鴛鴦即刻討好劉佬佬,就罵那些人說 為什麼不針茶給佬佬啊? 劉佬佬就說,剛才那個阿嫂針了,我喝過啦 姑娘你吃飯啦 那鳳姐就拉鴛鴦說,你坐下和我們一起吃 啊,免得回來又吃搞過啊 鴛鴦就坐下了,那婆仔添了一雙筷子 看著三個人吃完飯,劉佬佬就說 哎呀,我看你們的人都是吃得那麼少的 又不見餓的,難怪風都吹得起這樣啦 鴛鴦就問那婆仔,今天剩下不少菜啊,去了哪裡啊? 下面那些人都未散的,在等著,分給他們吃啊 他們都不吃得那麼多的,選兩碗送給二奶奶阿萍丫頭吃吧 鳳姐就說,她一早吃了飯的了,不用給她了 她不吃,就餵你們的貓咯 那婆仔聽見這麼說,就選了兩道菜,拿個盒子來裝著送過去 後來鳳姐走進探春的房間,見她母女正在說說笑笑 探春一向是喜歡光芒闊落的,所以她這裏三間屋都沒有隔斷的 當中就放一張大鯉石的大桌,上頭就堆著各種名人字帖,和幾十方寶彦 各式各樣的筆筒,就插了一大堆筆在那裡 那邊就放一個斗這麼大的,北宋雨搖的花朗,插滿了水晶球白谷 西牆當中,掛了一大幅宋代書畫加米襄陽的煙雨圖 左右掛著一副對戀,乃是顏老公的墨跡 聯上寫著,煙下閒骨格,全石野生崖 這是一對古代隱士浪跡山林,悠閒情趣的寫照 左邊的紫壇架上面,就擺著一個大觀搖銷的大盤,裝著幾十隻大佛手果 右邊的陽七架上面,就掛著一個白玉比目慶,旁邊掛著一個小鎚 那劉魯魯的孫,板儀,現在熟了一點,白驗起來,就想拿一個小鎚來敲 丫鬟快點攔著她,她又要吃佛手 探春選了一個給她說,這些是玩的,不能吃的 板儀看見探春那張床,掛著一堂綠色的沙掌,繡著花位草叢 走過去指指下說,這隻是蟒,這隻是鴿鴿 劉魯魯一巴掌就掛過去說,癡骨頭,你說,對手髒髒髒的,亂摸 噢,讓你進來看,就難得戚,是嗎?打到板儀,嘩嘩喊起來,那些人快點哄開,才收了一聲 賈魯魯就隔著沙槍,望向後院,她說,那些吳鴿都生得幾好,就是小得些 只是說,一陣風吹過來,隱隱約約就聽到鼓樂聲,賈魯就問,是哪家取親啊? 這裡來街都幾近的,黃夫人就說,街外的聲音怎麼聽得到啊?是我們那十幾個女孩演習吹打 賈魯就說,那既然是他們,不如叫他們進來演習吧,他們有得游,我們也有得開心 鳳姐立刻叫人去喊,這裡就吩咐放好長條桌,鋪上紅毯 賈魯就說,就鋪在偶鄉借的水亭上面,趁水聲更加好聲,我們就在罪感閣下喝酒 又闊落,又聽得近一點,眾人都說,是呀,是那裡好啊 賈魯就對姊姨媽說,我們走吧,他們姊妹都不喜歡人家來坐的,怕搞邋遢的房子 我們米甘不知趣了,坐一會就下船喝酒了 大家起床要走了,譚春就立刻說,哪裡是這樣,求老太太和兒太來坐下都求不到啊 賈魯就說,嗯,鵝里的三丫頭都更好些啊,那兩個肉就可惡了 等待我們喝醉了,偏偏去他們那裡滾餃一下,哈哈哈哈 講完,大家一起笑著,離開了秋爽齋了 講完實了,譚會議 MARCG acceptance